而世界另外一场重大战事 俄乌战争 乌克兰军方在前线弹药吃紧了 士兵在战场上空等补给 前方俄军集结准备攻击 却无能为力 因此士气低迷 俄罗斯去年发射200万枚炮弹 一半是北韩提供 很多是亚弹 因为是十多年前生产的 南韩方面分析 北韩将乌克兰当试弹场 测试新炮弹 对抗西方武器的能力 乌克兰现在战事不乐观 欧洲人人自围 北约宣布已经做好 跟俄罗斯冲突的准备 而美国总统拜登 几乎不能放弃乌克兰 乌克兰在前线的弹药 越来越吃紧 美国提供的M109自走炮战车 炮弹夹里空空如夜 乌军指挥官只能待坐车内 等待不及 无几的炮弹终于送到 但只有四枚 乌军指挥官形容 这种炮弹就像是 中古时期的大炮 受到撞击也不会爆炸 但有总比没有好 只要能塞进炮弹孔的 统统不能浪费 乌克兰国防情报显示 俄罗斯去年 共发射了200万枚的炮弹 一半是北韩提供 大部分炮弹 都是用在东部火线城市 巴赫姆特 乌军的炮兵部队 士气低迷 即使知道 俄军正在集结 准备发动攻击 他们也无能为力 因为必须节省弹药 北韩炮弹很多都是亚弹 因为大多是十多年前生产的 南韩官员认为 北韩乐于把乌克兰当成试弹场 测试新研发的炮弹 对抗西方防空系统的能力 俄罗斯也三度发射北韩提供的 十多枚飞弹攻击乌军 总统普京已经确定 将访问北韩购买更多的武器 西方延迟武器援助 让乌克兰陷入困境 美国总统拜登再次疾呼 不能放弃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几度仰赖外援 大批移民海外的乌克兰人 在战争期间回到国内从军 或是给予祖国资金上的支持 但乌克兰宪法规定 公民不能有双重国籍 总统斯基为了团结国家 推动立法允许双重国籍 包括那些自愿到乌克兰打仗的外国人 也可以入乌克兰籍 总统斯基也积极与波兰修复关系 两国之前因为股物进口争端 以及封锁边境问题产生摩擦 终于波兰总理图斯克访问基辅化解争端 两国也将合作生产武器 乌克兰战士吃紧 欧洲国家人人自委 北约军事委員会对外宣布 已经做好与俄罗斯冲突的准备 约俄罗斯为零的国家 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也签署了协议 合作加强边境的军事防御能力 TVBS新闻总和报道